字幕志愿者 李宗盛 擁抱大香港主義 香港地 香港人做主持 大香港早晨 早晨 回到第二節的大香港早晨 雙劫爆破功程順利 不要這樣圍爛雙劫 人有三急 人有這個生理的需要 我們就無謂公開 你會說等你先去拖舞 等了我去嗎 你會不會等一會去說一說 你走了 不要說這些 那不是說遲了很久 槍翁都未吊得很厲害 可能因為人們走了 沒有沒有 說笑 我看數字差不多 你知道嗎 會聽重溫的 高層聽到大禍 沒有沒有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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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網上人數 一樣保持住 今節就講一下 這個我們最喜歡的 黑警 休班警員新聞 不知道 休班警員新聞 樂恥不疲 因為實在太多了 而且每次都有一些新意 新意狀況就是 說真的 有很多是慘案來的 真的十分離譜 但是 有些是想不到 不是吧 他們似乎是試圖挑戰 香港不同的道德底線 真的不是吧 完全是想像不到 而且有些是你才能做到 因為你才會有槍 你才會有手扣 說什麼呢 有好幾宗 其中一宗 有很多討論 大家都覺得 搞錯 做得出 替自己的女兒 真是慘 這個狀況就是 一名高級警員 涉嫌性侵 在洗澡的女兒 狀況就是 他用手扣鎖住 女兒的雙手 並以手槍指向女兒的頭部 之前已經被裁定了 非禮和普通襲擊 共四項的罪名成立 判囚20個月 為何會這樣拿出來說呢 因為他昨天不服這個本拳 坐了九個月之後 對 上訴 上訴理據說 用槍指向女兒的頭部 只不過是一個家庭 上訴一方說 他女兒案發時只有六歲 並未出現性症 故此很難在洗澡過程 構成非禮 上訴一方有令 再說到 上訴人案發時 用手扣鎖住市主 只是玩遊戲 而他用槍指向女兒的頭部 已經說明沒有子彈 只是家庭落的一部分 並質疑妻子在當時搞離婚 如果他要爭取管教權和離婚 理應會在申請書上提及 這是辯方的 所謂辯清理由 是的 就是一個猥蝕的事件 作為上訴人 就有不合理 作為理據 但是妻子就沒有這樣做 其實律政司也有反駁 如果只是一般的洗澡 通常不會用兩隻手指 擦女兒的乳頭 長達15秒 認為動作是非正常的 而根據事主的證供 她也很多次表明 不想和她老爸一起洗澡 更加不願意被摸她的胸部 這樣法官押後裁決 但是現在主動說 批准上訴人 以五萬元現金保釋 期間不能離開香港 以及定期要去到警署報道 我想說 第一就是 剛才阿康解釋了這宗法庭新聞 現在正在做上訴的情況 本身已經判了是有罪 是 那你的狀況就是 現在就說 決定押後裁決 並准許上訴人 以五萬元保釋 就不得離開香港 即是可以拿到保釋 這些這樣的 禽獸都不如的人 可以說是 因為之前定了 是不是 喂 你可以是做上 可以讓她保釋的 是 我們有很多案 即是關於抗爭 比較輕微更多的 甚至乎疑點更大的 都不給 完全沒有 現在你已經裁決了 然後你上訴 現在這些人 你都可以讓她保釋 有什麼可能 大佬 另外就是 其實整件事就是 一點都不好笑 說真的 尤其是 譬如描述到 那個小女兒 只有六歲 還只是 自己親生女 尤其描述到她 所謂她那時候的犯罪行為 即是 你怎樣阻礙她 怎樣觸碰她身體 都免得再細緻描述她 怎樣觸碰她身體 即是對這個六歲的小女兒 是說 現在那個辯清理由 她沒有性徵 那時候 刺癮事 什麼叫亂同僻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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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是 現在沒有雙傑的樣子 即是 這個不要賴雙傑 這個真的 說認真事情 這個雙傑那些 有時候是開玩笑 對吧 你沒有可能 是 用這些 這樣的 所謂理由 這些是 什麼的理由 這些算是 即是用這個為上訴 我覺得實在太厚難無恥 跟著 這個是一其中 跟著告訴你 許之槍指著女兒的頭 是沒有子彈的 玩遊戲 你試想像一下 那個小女兒 那個驚恐是怎樣 那個驚恐是怎樣 而且那個還要是親生父親 是 大哥 你說對那個小女兒 那個陰影是什麼 你這些 為什麼要做這麼多黑警訊 我們之前也說過 為什麼這些黑警要說 因為有些新聞 你會聽到 哇 這些黑警 這些東西都偷 哇 那些小小錢都做這些東西 哇 還說做警察 還要駝槍 很懷險 這些 可能可以半開換消息去說 是吧 但是 這些 案件就真的 沒有得笑 怎麼笑得出口呢 你對自己的女兒 跟著告訴你 那個上訴理 可以是 荒謬的跟你說 六歲 沒有聖精 所以不叫做非禮 還可以跟你說 我們是 大家 大家好像玩 玩家家酒而已 是不是 我們就不同了 黑平遊戲 我們就玩槍 是吧 我們 警察世家 所以玩槍 神經病 他有他的道具 還有我的道具 還屈下去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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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說可能會有 跟那個女兒 跟那個老婆 可能會夾口供 令到 可能就說 所以才會說 原來不喜歡 跟爸爸去洗澡 各樣的說法 哇 這麼神經的嗎 而且還屈下去 那時候在搞離婚 那時候在搞離婚 在離婚那裡 都沒有寫明 說 爸爸有做這些事情 證明其實沒有 如果不是 對老婆 或者前妻 是有利的 是不是 對他有利的事情 他都不做 那為什麼 沒有可能 人家不屑做這些事情 可能 還有再拿出來說 可能會對女兒 構成第二次傷害 是啊 何必呢 因為你自己做人 爸爸不要面 做這些禽獸不如的行為 自己衰就好 還要利用老婆當日 跟你離婚的時候 沒有提出這件事 作為一個 上訴申辯的理由 就是你判這些案 你現在就說 就是判了一個 要四項罪名罪成 包括非禮罪 普通襲擊 然後要囚二十個月 然後他現在上訴 雖然他已經蹲了幾個月 蹲了九個月 但是你 我覺得 二十個月 有沒有這麼便宜 你試給美國 只是其中一樣 都不止二十個月 還有現在還要給他 保釋出去 喂 某程度其實是不是 就是 我又不想說 就是法庭判的事情 我們唯有尊重 但是會不會 當作是某種訊息 給他出來 會不會變成鼓勵 我又真的不敢說 那你下官下官 有這樣的可能 但是你說 是不是叫鼓勵 我就不敢說 但是你縱容了這些事情 就感覺上是這樣 起碼 是不是 你一個這麼 這麼蟹人聽聞 這麼恐怖的案件 是不是 那麼 那麼這件事是其一 其實這個 這個太嚴重了 就沒得笑了 就是希望真的 最後有一個 令社會大眾 心悅成福的判決 沒有的 如果不是這樣搞 我開始明白美國 為什麼這些黑人 會自己拿槍 他已經判了二十個月 他已經判了 現在是講上訴 是不是 就是上不上整 對 在這個環節 基本上 當然除非有什麼 再變更 如果不是 其實只會減刑 不會加刑 我覺得正常應該要加刑 最多維持原判 最多維持原判 除非他中間有 政府的方法 律政司的方法 再有一個另外的 覆核刑期 處理 這樣才可能有機會變 現在暫時看到 暗報道說 就不見有這些事情 現在還在上訴界 那麼你看一下 這些 這麼荒 我覺得這麼荒謬的理據 看看 又會 是不是 變得 減刑 或者怎麼樣 看看 到時候再看看 我一定會跟進 這件事一定會再出報紙 是不是 還有其他黑警衣 其他黑警衣 就是 稍微 輕鬆一點 就笑得一下 無謂急 一早就太大淚 畢竟是這個Happy Fighter Happy 就不太Happy 倫敦保持不Happy 是不是 別說我這些 我又沒有說什麼 保持不Happy 你不要 你老惹我現在 開著麥克風很危險 阿朗請說 好 另一宗 一位中年的南警 在休班的時候 在釣魚用品店那裡 榴槤 走來走去 不知搞什麼 接著 涉嫌偷攝店裡面的魚餌 和釣魚用品 總共四百多塊 但是後來 就被店員揭發了 就懷疑他 因為被揭發 而立刻逃跑 但是最終被兩位店員截停了 後來報警之後 就交由重案組接手調查 這位南警事後 就被控一項的盜竊罪 在官同法院提案的時候 被告不認罪 押後到下個月 22日再去審 他實在是偷發 這庭完結之後 被告離開法庭的時候 又是為了逃避記者 這次不是逃避店員 逃避記者的拍攝 又再次拔足狂奔 小時候是否玩跑網路 還要被記者發現 他懷疑他是衝紅燈 這樣走了 是 你可以說一次 去那個偷那裡偷什麼 是很小的東西 這四百多塊其實是 全部都是幾樣東西 那就是有五包魚餌 五包魚餌 兩包魚絲 兩包魚絲 有多少磅重啊 這些魚絲 沒有 多少磅重啊 粗絲還是幼絲 油絲 汽藥油絲 可能是 還有三包的 釣魚用的膠粒 釣魚貼紙 還有一個粉紅色的魚餌籠 加起來四百多塊 就是很濕色 全部都是細包東西 是的 就是順手牽羊那隻 那個店員本身 其實是看這個狀況 是不是本身認得他呢 是不是熟客 其實應該就是類似 一般那些案件重點一點 發現他形跡可疑 是 跟很多布鐵的店員都一樣 這個人不像是買東西 閃閃縮縮縮 一有店員跟他的目光交接 就馬上縮到一邊 問先生有什麼需要 要不要埋鏡絲 又避開你 那些 可能引起店員懷疑 所以他一偷的時候 店員經意追上去截到他 那很難說什麼的 很難說真的要埋便絲 沒有什麼意思的 你現在買二次的 我平時去到一部店 店員都在那邊 店員都在那邊試 如果你釣我 看看是否釣到 你買二次的 尤其是有肝 拿一支肝 你也不會亂去 試一支肝 你也要看軟韌度 那我就想過店員 店員可能聞到一股黑徑鎖 有奇怪的鎖 很古怪 多數都像黑警 其實當時他追他出去 追了多久 很快 應該是一個 街口左右的距離 因為應該是 預料他就會偷東西 那種人 所以就 有了一個準備 這麼快就抓到他 現在黑警的體驗都幾差 那就是真的 一個店員追出去 然後就抓到他 兩個店員 那黑警就唯有就範 不是 他也說過 其實他忘記付錢而已 就是這樣說的 難道我偷東西吹嗎 你知道我誰啊 有炮啊 打自己嗎 你夠薑 不過可能他夠薑 你看一下 什麼環境而已 他現在就 人裝並獲不夠薑 這樣說而已 你知道 剛才說的 五包 五包什麼 魚餌 五包魚餌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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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三包膠粒 三包膠粒 兩包貼紙 一個粉紅色的利龍 一個粉紅色的利龍 十三樣東西 十三個項目 你去Express 都不可以排十三樣東西 超級市場 你去超級市場 那些快線 你都是六樣十樣貨品 十三樣東西 意思是什麼 意思是 你雖然細細胞 它是側滿了 你明白嗎 側滿了 代口各樣 那你沒有人裝並獲 你還可以說些什麼 是不是 那四百幾 真是有偷東西闢的 是 是有偷東西闢的 這些不是一次的 你還有一宗 不知道什麼 偷八達通 是啊 這宗好笑 神經病 這宗就是 11月4日 在月頭的時候的新聞 題目叫做 老差骨監守制度 偷八達通卡 獲准保釋候選 老差骨 對 只要是差一年退休的警察 而在當值期間 有監守制度 涉嫌在警務處的車輛 扣留及檢驗中心 通常這些就是那些 即是非法賽車 或者是在街面拉到那些 拖回去檢查 非法改裝 那些中心那裏 就說在車上找到兩張 合共了150元的 即是有150元的 百達通 是的 那個credit的百達通 他就偷走了 看到打開車 咦 咦 百達通 嗯 嗯 沒有人 嗯 嗯 我又想埋爆煙 哈哈哈哈 你說的說服 是的 然後就 OK啦 都檢查完了 那個狀況就是 他在今年1月的時候 發現了兩張 車輛中心會 牛頭角那個 所謂 扣留及檢驗中心那裡 發現兩張 餘額為29.7 還有118.4的 百達通卡 兩張這樣的 他們偷了兩張 就在不同的車輛 即是85元左右 對85元左右 85元左右大概 買便宜可以買到三包 哈哈 是啊 怎麼用百達通 不是啊 現在便宜是50元一包嗎 差不多了 看牌子的 但你買便宜 是說被一個旗後 都去了這個 港鐵站那裡 退回餘額的 是 那我不知道是不是 那時候被發現 就是收拾了那些百達通 沒有大煙 是啊 那些 但其實人家是有名的 那兩張卡 這個報道上面有寫名 不讀 但是 可能他就拿了兩張 屬於人家的百達通卡 打算退回錢 哈哈哈哈 但是其實我想說 有沒有老的呢 有沒有 有名的好像不能退 你自己走去 打了它就算了 嗯 再說 你打了也有證據了 是 白痴 所以你說 就是 你說什麼 其實那些黑警 老實說 很多時候去示威 現場各樣 大家都叫大家不要 不要用百達通 去 就是你搭交通工具 不是有車 或者不是人人想搭的士 可以嗎 最好不要用百達通 為什麼呢 留痕跡 是不是 你現在拿那個 你怎麼偷都不會偷百達通 喂 不是有疑點 有什麼疑點 這個老差骨 是 他是經歷過70年代那些 可能他以為你這張百達通是禮事來的 哈哈哈哈 他想著 他想著 禮事封包著 這個 我不懂得摺 這個 被人扣了兩架車 想著放在那裡 阿sir 喂 鬆手一點好 這樣 就這樣拿了去 拿那個 利事封包著 不是吧 阿郎 你這句我真的不懂得摺 為什麼一張百達通 當了利事呢 為什麼都是 為什麼都是硬的 甚至乎他年輕的時候 隨便 比如巡小販 那些街上 喜歡就拿個橙 他習慣了手勢 就是那種 撕不掉那個人 你一說老差骨 我就想起這些畫面 我這樣 我覺得都是 純粹覺得 就是叫有 就是濕腳 不是濕腳 是純粹覺得 反正都在那裡 那些人都檢查完了 那拿了都不覺得 那就放在那裡 這些是慣 就是貪小便宜 好像你銷掉一支筆 然後有人拿來用 然後就不少不小心 那麼代了 湯妹妹做過這些 我沒有做過這些 我不見筆就很多 那些電腦你還有 沒有沒有 大家用 大家方便去用 我覺得你經常針對我 那這件事也是 還有就是 有個偷甲慢 又是奇怪 真的 你不明白黑警的腦子是捉什麼 你要荒謬 要荒謬 要變態的 要蠢的 要貪小便宜的 要貪小便宜的 就是全部 所有的缺點 你數得出的缺點 他們就是會做的了 是 這件事就是 講的是11月11日的新聞 來的 也是上庭的時候的新聞來的 就是那個所謂的 那個題目叫做 前APM食肆抬走甲慢 陳范氏 退休警就拍這個爆竊 這個案情就是 一個59歲的退休男警 就今年1月的時候 在這個觀塘APM商場 就在這個 某一間手打烏冬那裡 那裡 偷走了一個甲慢 一部電腦和兩部電話 電頭的 抬走了 就這樣抬 是啊 就這樣抬 總值是7萬元的 案發十幾天 警方才能抓到 不是吧 是 案發十幾天才能抓到 沒有CCTV的嗎 就可能蒙了面 蒙面 是不是就是七八十年代的 那個雞皮尺袋 塗兩個洞子套著就犯案 這件事也是 這件事也是所謂 已經接近退休年齡 退休警 已經是退休警 其實有時候我們會說 其實現在可能新的警察不行 新的警察更加黑警 但是你看到老警察 很多時候都會說 可能老警察會比較好 因為是港英年代 然後繼續做 不是吧 九七到現在很多年了 什麼好東西都沒有了 磨平了 這件事是學好三年 學壞三招 這個覺得好 像警察一樣 說回這位所謂的退休警察 就是說他曾經駐守警察總部的運輸組 他曾經犯過案 犯過什麼案呢 就是2005年的時候 去秘魯駕駕駛的士 一因充燈 就釀成了交通意外的 慣犯 對 他就怕 就是說秘魯駕不行的 他要申報的 那個狀況就說 就怕份證職不保 還有那個長良的問題 就不顧而去 就找了他的朋友頂包 事後就結果被人發現 這樣還可以退休嗎 就罰款和停牌 不是 不是嚴重的 個案只得寫花阿寶 小小懲罰 不用全部撕掉 是 後來就是2007年的時候 因犯了其他事 又勒令提早退休 勒令提早退休 勒令提早退休 是 原本 那有沒有長良呢 沒有的 現在就沒有了 沒有長良 這個也挺奇怪的 報道寫到說 沒有長良 該死吧 被告求情的時候 他就說他自己是一個警員 1975年就加入警隊 2007年的時候 因為犯事就勒勒提到退休 他說原可獲得 這句重點 原可獲得130萬長良 和退休的長縫 8千元 也都是不知理由 就沒有發放到的 他說形容自己30多年的警察生涯 是甚麼都沒有了 甚麼都沒有了 他曾經是破產 以這個理由 所以他去偷探萬 沒有人慘的 所以我就求情 所以去偷探萬 是啊 受害者身份 真是慘 真是慘 偷探萬 這麼重 你這些犯案都比別人更笨 你聽到 人家10秒鐘就打劫2千萬金條 是 是 是 學學那幫人 作奸犯科都做得這麼笨 是不是 你明白嗎 人家那樣東西又重 你那樣東西又重 你那樣值幾次 是嗎 7萬元一起合起來 即是一部電腦兩部電腦 人家那樣也是重 人家2千多萬 還可以馬上放水 是否融掉了就是 你那個 你融掉了一起合起來嗎 有融嗎 融掉一起合起來 拿去夜冷房買的 蠢人道 然後到時候也是被人捉 人家一報殺就能查得回 哈哈 就是我們對於這些黑警 真的存在 真的正 我覺得我們可以 這些 然後呢 可以剪一些特輯出來 黑警特輯 就是這麼多集 即是可以做一個節目專門給他們 又做黑警信 沒有啊 就是比較忙 我們都不是特別去掛 隨便找找到幾單 不是 有一單比較矚目一點 即是譬如家庭樂這單 這單所謂的變態警員 辯稱自己搞自己的女兒 非禮自己的女兒 基本上恐嚇自己的女兒 我覺得就是 跟著就辯稱自己上訴理由是家庭樂 這一單是 share 多 討論多 即是那間是突出來的 跟著就 通常有一單東西突出來之後 就聯繫 看看其他屋子 因為我們就是這樣 有這單東西突出來 這單是黑警的東西 跟著就 看看近期 不講遠的 一定不可以講遠 講近期 近期有些什麼 嘩 他一堆這樣打出來 說不完 所以剛剛 湯姆說 湯姆和阿朗 想說那單所謂的偷語句的時候 一搜尋他們 11月都有幾單 是啊 因為我發現有個 因為我也做過 黑警信 跟湯姆和譚仔 其實我找一些資料的時候 發現其實有分淡旺貴的 有分的嗎 有啊 現在算是旺貴的 現在算是旺貴的 近年尾就是旺貴的 我們那時候 找到很過年 做黑警信最初頭的時候 都是旺貴來的 其實有一段時間比較少 不知道上庭的安排 排期上的問題是怎樣 有個周期就是 這個時候比較多的 不知道為什麼 不是啦 新年手巾 這個可能啦 你說過年關那些可能 沒錢做多 但問題是 其實就算是小極 都總有的 當然有的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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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另外就是 有一件 昨天也有少少答法的 其實那件是 顯示到 黑警那個 所謂辦事 所謂他們 怎樣工作的態度 或者他們 即是 你是推理得到 你是推理 從那件事發生 你是推理到 黑警怎樣辦事 怎樣做法 他們平時怎樣做事 當然我們很清楚 尤其是 如果你一路聽開 《熱血時報》 一路聽開 我們的政治節目 你知道黑警 怎樣對付 示威者各樣的 很清楚 但譬如他怎樣 對付真正的打鬥 除了被 藍馬水鳥拳打到 七個月一皮之外 然後他會怎樣做 昨天 在深水埗 昨晚八點多 就發生了這件事 我們先看看 左中游 現在開了麥克風 現在開了麥克風 現在畫面看見 左手邊有一條棍在發發 右手邊有個男人 在那邊 叫做 抹著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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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他手持了一條 另一條 現在轉了位 另一條長棍那個 嘩 你沒事了 不不 這條片是沒事的 不是 不是 我現在停了這條片 我怎麼說 來一次 來一次 看不見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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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現在的狀況就是 左高右 左邊就是拿著鐵棍 比較長 鐵棍很長 很長 差不多2米 你看到 那個長度 手持長棍 然後右手邊 畫面 右手邊 那方 拿著電線 發一下 想發下去 然後 現在長棍已經是拿起來 不斷打 不斷發下去 但是呢 因為長棍比較重 因為長棍比較重 機動性低一點 不是很大 這件事是昨天 8點多 在深水埗 福齡街附近 發生的 你看到呢 大堆叫做 人 嘩 一下就是剛才的 我們再看一次 再看一次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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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就是剛才那一下 手持長棍 一下子打到電線 打電線 然後馬上暈 馬上暈 馬上暈 之後呢 之後呢 看這張照片 看得到是在流血 真的暈 真的暈 但我們不要停著這段影片 一直看 你看到呢 你剛才說的 就是8點多 深水埗 福齡街附近 一批南馬人士 就有個類似的 打鬥事件 之後呢 看到呢 開始散水了 有人暈 開始散水了 開始走那些人 奔跑了 在這個狀況下 應該呢 可能呢 有所謂警察 各人呢 在附近 離 所以你看到他們 開始奔跑 但呢 在不關事那些 就繼續拍著 這個受傷 受傷的人士 那就流血了 流血了 現在 其實這個 我不太明白 這個可能真的要再問一下英軍 為什麼一個人 握電線 會跟 握著一條 一條電線 會跟一個 握著長鐵棍的人 一個很大的 整個撞 那樣的人 去打架的呢 我真的不知道 這個兵器的選取 是不是適合呢 很不對等 是不是適合呢 但是 講打鬥 講技術 技術分析 那我 不懂 就是究竟 怎麼 打法 那些 應該應該再說 這樣 但是我想說 其實你看到這個狀況 晚上 福榮街 我就不在那附近 活躍開的 阿朗 就有時候去抱 阿湘傑 也有時候去抱 阿湘傑 也有時候去抱 這樣 以我剛才聽你說的狀況 其實 本身福榮街 這一頭打架的 多不多 本身 衝突是經常的 因為晚上 譬如福榮街 意思到北河街 阿鴨街 南亞人夜市 是一個社交的場合 而且他們做很多二手 舊電器 買賣那些 晚上也是集在那裡收貨 所以 長時間 譬如日頭很多 報匹行 那些 散工晚上 那裡收 會不會有時候經常打架 會不會有這種情況 衝突多的 以你所知是多的 那就是黑點 那裡可以為之一個黑點 所謂的黑點就是 那裡經常會有衝突 有打架 那按道理就是 會多些派人去勒監 所謂巡邏 就是派警察 我用這個字眼 派警察下去 維持治安 不要在那裡騷擾居民 機哥不肯過你的 心水埗 是不是 機哥雖然現在說 這樣 但是機哥也是有機會復出 是不是 所以機哥很著緊 心水埗居民的平安 是不是 所以 應該會下去 多些巡邏 但是 你看到剛才打架這麼久 打架這麼久 他們剛才那段片拍 已經不是剛剛開始衝突的了 很短的那段片 那段片很明顯就是 已經是鬧得火熱 然後就鬧了工具 你不會拿著那條長棍 到處走的 你拿武器 我就算當你拿武器 你也是拿輕便的 我當你自己喜歡自衛 你也是拿輕便的 你不會拿著那條長棍 就是那條長棍在附近套 是不是 那你套得棍的話 之前肯定鬧得很厲害 是不是 有吵過的 應該已經繞了文 對不對 我亦都很相信會有人報警 香港人很喜歡見到這些東西 就馬上報警 你看看 不關事 打架是另一單 接著 好了 已經當時看見片段 已經是衝突著的了 打著的時候 是不是 埋門一腳 很不短的時間 就一棍吐下去 馬上暈了 爆光了 OK 繞弱了那麼久 附近也是一個慣常 有衝突的地帶 黑點而已 地帶 應該有很多警察 為什麼一直都沒有警察 這個狀況 深水埗 所謂的南韓人聚集 其實也引起很多 除了這些 打鬥 那些非禮 風範 那樣多 那個狀況就是 其實會 直接說 深水埗的街坊 只要搞一些巡邏隊 那些可能是 是不是針對某一種種族 我就不敢說了 那個就 自我不好 所以有些巡邏隊 也是給當區的治安問題 那狀況就是 當你警察不能夠適用的時候 你就只能夠自救 但是這個奇怪的 其實那一頭附近隔兩條街 就是深水埗警署 就算他不把那裡視為黑點 不長期派人去那裡住 多多兩個圈也好 理論上 一有什麼衝突事件 很快就應該收到風 來到也不會搞到這麼久 其實整件事情就是 我看到的狀況就是 你一直 這麼久的衝突 已經吵架了 之後發展到 拿工具 拿這麼巨型的工具 之後一路都沒有警察走過來 所謂維持治安 那為什麼呢 怕了 根本不是收不到風 就收到風 知道了 鏝鏝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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對頭又打了 不認機 不要打一下 冷靠一下 等一下 因為他是搖的 搞定 南亞水鳥喵 你以為是浪得虛啊 這個南亞水鳥 長棍 不啊 他認不了樣子 所以說真的 現在散了出來 你找回十個 有一個是那個案發所謂打人的認同樣子 如果你是所謂徐暴安良,真是所謂為恃子治安的話 那現場你就應該抓人啦 你認不認同樣子就沒關係啦 現在你事後當然是認不到樣子啦 因為你自己都不會認人的嘛 究竟那個是巴基斯坦英華是尼泊爾 你是認不分不到的嘛 是嗎? 很正常的 不,重要是那些人散散 剛才暈倒的那個人都走了 他們都還沒到 是啊,這裡更好 這樣嘛,事實就是這樣 好了,跟著之後呢 據章傑昨天,你是不是昨天去了福人街附近? 是啊 幾點啊? 大概10點多 10點多你見到什麼? 很多警察 見到很多警察 拆過輕兵 那張傑親身第一手資料10點多 就見到警察 啊,哪有這麼多警察啊? 我心想什麼事呢? 剛才那段片事發,按報道看就是8點多的時候 就是什麼都完了,就派重兵了 這個就是黑警的做法 哇,你真的怕死到這樣啊? 又駝又駝 又駝 雖然你們未必適用 我們也很害怕 剛才我們數過了 你這些退休警也好 你這些退休班警員也好 又變態也可以,又蠢也可以 什麼事都可以發生的嘛 對不對? 你到處拿著一些槍 我們是非常恐懼的 OK,你有事件是 你們的職權底下是理應處理的 你份量包了的 你都不做 完了,整個狀況就是 八點多打架,十點多很多警察 八點多打架的時候沒有警察 就是這樣 這就是個狀況 因為我之前在一些朋友 有電視機警察群的群組 流出的一個劇 他們 講過 其實這些人抓到也麻煩 就是到時去 找翻譯 還有最後 告訴阿sir 因為認不到人 追查不到的時候 會語的 這些叫做藉口 如果以剛才的狀況 很明顯就怕了那條棍子 那就是 那條長棍也好 那條長棍也好 對 而且不怕去到被警察 那樣 趕走 那時候的燈 你想想藍阿水 那個 如果你的長棍是怎樣 這樣 就這樣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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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這樣就夠長 就這樣 就這樣 連隊七夜 很害怕 他們 所以這壇 其實我覺得 當區的街坊最需要出聲 就是 根本是擺明 可以放棄你們 有事 喂 納稅的 你們的工資不少 對 灑氣啊 怎麼會出聲啊 最多剛才 香港那些自衛隊 我覺得都搞不成 我自己搞 不如搞成 實在 香港人真的 這麼有自我保護意識 現在就不是這樣 老實說 是不是很簡單 今天就說到這裏 下一節回來再說